蓝湛安慰道,若是不愿,便不去了,他自然会替卫英解决一切,卫英却摇头,即为静安侯世子,这是他该面对的,哪有受侯府福音,却在大难来临之时脱逃的道理? 卫英低声道,阿湛,我也想,同这侯府有各体面的分别,蓝湛吻了吻他的脸颊,线线,别怕,我会护着你 卫英心下一暖,在蓝湛身旁,他总是格外安心,他相信蓝湛,朝会那一日,卫英早早便起身 久违地换上了世子的巢符,他坐在镜前,看着自己的模样,竟有些恍惚 蓝湛亲自替他束上世子王冠,观境中之人,五分俊美,三分清贵,又有两分洒脱的味道 蓝湛不由一起自己在边关之时,暗卫送回的密报,世子赋上诗会,世家贵女,皆心向往之 见蓝湛一时没有动作,卫英转头看他,怎么了?蓝湛替他记上自己的玉佩 道,朕只是忽然明白,世子为何如此讨贵女芳心 听出蓝湛话中之意,卫英无奈道,这些沉枝骂浪谷子的事,就,就算了吧 蓝湛不接话,俯身在卫英唇角亲了亲,似是在宣扬主权般 线线,自然是他一个人的 巍峨的太极殿便在不远处 迎着朝阳,殿顶的琉璃瓦闪着金色的光辉 迟一片刻,卫英松开了蓝湛牵着他的手 低声道,就到这儿吧,我自己过去便是 今日的朝会,他与蓝湛若是一同出现 会惹得朝臣非议,并不合适 蓝湛道,无妨 卫英却是摇头,阿湛,有些事情,须得我自己面对 他宽慰地对蓝湛一笑,自往前朝而去 朝会之上,刑部尚书奉地令,隶属静安侯及其党与罪状 卫英安静听着,结党营私,弄权舞弊 庄庄件件据罪正确凿,可最要紧的一条,勾结皇子 染指地位,却被人不动声色地掩盖了下去 他不自觉抬眸,看向坐在地位上的蓝湛 二人相聚不远,蓝湛对他微微汗手 心地登基未满一年,恩赦天下 又念静安侯祖上功勋,特赦静安侯死罪 薛觉求于经中,无旨意,不得善除 同时,收回太祖所赐之免死金牌 并将静安侯府半数家资冲入国库 因太祖曾许诺,为家爵位世袭罔替 故由世子承袭爵位 至于其同党,亲近者革职流放,永不录用 如此恩威并失,朝中人皆静福,三呼万岁 魏英立于众臣前端,蓝湛他,却是天生的帝王 静安侯折于他手中,不算冤枉 虽则帝王下令,留下静安侯爵位 但朝中众臣看向魏英的目光,总有些微妙 魏英同蓝湛之事,昔年之晓之人不多 而经此一事,静安侯抚原期大伤,恐怕再难起事 一朝天子一朝臣,昔日春风得意的静安侯 如今落得个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下场 可悲可叹 魏英比挺立着,淡然承受着众人或嘲讽或同情的目光 魏流露出丝毫惬意 散朝之后,魏英随着众臣出了大殿 有意无意间,无人愿意走在魏英身侧 刻意离了一段距离,像是生怕沾染上静安侯府的晦气 魏英没有放在心上,世间冷暖,向来如此 他一时不想回宫,漫无目的地向外走着 忽而被人出声叫住,世子留步 魏英转身,来人一身红色朝服 面上带着得体的笑,正是金光瑶 今时不同往日,金光瑶已是金家最年轻的掌权人 寿蓝战已重,官拜三品礼部侍郎 在朝中风投正盛 他恭敬对魏英一礼,世子安好 魏英有些意外,浅浅还礼 道,金大人客气 尚未散去的朝臣远远瞧见此情景 巨师呐喊,金光瑶乃朝中心贵 竟会对这位失事的世子如此客气 魏英知道他是蓝战心腹 便问道,金大人,可是有事 金光瑶笑了笑,道,是 府中近日正在整修院落,收拾了些东西 魏英了然,金光瑶为金家新任家主 自然要乔迁至适合他身份之所 金光瑶继续道,只是 兄嫂那边还有些物件不好处置 若世子有意,不妨带回去 总好过白白,让人扔了去 听他提起江燕离,魏英心中漠然 阿姐去得早,身后又无子嗣 亦英贵重的庄联,金家早已如树退回 金光瑶所言,应是些寻常物件 魏英汉守,道,多谢金大人好意 不知何时方便登门 金光瑶笑道,这几日都渴 世子得空前来便是 他话说得滴水不漏,让人听着格外舒心 能坐到如此位置,金光瑶自然不是等闲之辈 左右今日无事,魏英回寝宫用过午膳 让人知会了蓝湛一声,便领着温宁出了宫 江福泉遵照蓝湛吩咐,派了十几个人跟着 魏英知道他是好意,没有拒绝 江艳离的院子,在离金府后花园不远处 金府的下人恭敬将魏英引了进去,便又退下 金子轩是金光善嫡长子 按照礼数,吃穿用街市府中上等 如今金光瑶长了金府大全,他亦不得不忍气吞声 搬去偏远些的院落 江艳离的屋子上了锁,里头东西还维持着原样 却积了厚厚一层灰 人走茶凉,哪会有人费心收拾 温宁宽未导,主子莫扰,我这便领人收拾 魏英沉默汗手,跟来的十几名是从麻利的开始清扫 此地灰尘大,魏英抬步入了内室 在踏旁寻了把椅子坐下 魏英看着床上挂着的一枚英落出神 这枚英落一看便出自阿姐之手,只是尚未打好 大约,是金家出事那几日搁置了吧 魏英伸手取下,稍不留神 一颗未寄好的珠子松脱,滚入了床榻下 魏英俯身去捡,却意外发现床底的一块木板有翼 她敲了敲,显然下头是空心的 摆弄一阵,竟让魏英翻出一个暗阁来 打开暗阁,里头是一只精致的木匣子 魏英犹豫片刻,将其取出 木匣子上上了一把锁 今年累月,锁生了锈,很容易便撬了开 一股药味渐渐弥漫在这寝房之中 魏英有些疑惑,这是 等到温宁领着人收拾完屋子入了内室 却发现魏英正坐在踏边出神 她在门口立了一会儿 见魏英抬眸看她 方小心翼翼换道 主子,都收拾妥当了 魏英点头,温宁继续道 主子,这些物件要带走哪些 魏英显然有些心不在焉 道,左右只有物件都带回去便是